红友宜称宿舍有问题愿意解约?林卓水,现在采奖太慢了。 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红友宜进来因文化大学大群馆宿舍争议,遭外界质疑有违法之余。 红友宜则表示一切合法,若有问题就会立即解约。 对此,民进党前立伟林卓水表示,红友宜现在才这样讲,太慢了吧。 红友宜日前表示,对于文化大学宿舍的争议,太太表示若北市府查核后发现有问题,就愿意立即解约,才不会影响到学生的住宿权益。 对此,林卓水直言,红友宜现在才这样讲,未免太慢了吧,更何况喉还在用如果,愿意的字眼来打模糊仗。 闪避清楚的决定,提供被追问的基础。 林卓水也认为,红友宜看来至少还有一段时间得继续IP。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。资料照。相关关键字。 2010189合1选业。 宿舍。 宿舍。 市长选业。 文大宿舍。 林卓水。 快加入。 快加入。 新闻送上来。 Android。 Line。 Line。 加入好友。 苏贞昌遇侯友宜。 文大宿舍事件要讲清楚。 。 文大宿舍争议。 律伟公布租赁契约枪,红友宜这下错赛了。 保险成就不一样人生。 家人关系更紧密。 红友宜期所投资的幼豫公司。 被报与文大宿舍同地址。 苏贞昌看板走年轻风。 侯友宜,会走出自己格调。 市场迷雾重重。 该如何调整投资策略。 文化大学宿舍风波。 侯友宜,期许自己不打乌乌贼战。 文大宿舍争议哽咽了。 侯友宜,这口气吞不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